做一个小调查 对于墨水瓶这类产品用过的小伙伴可以扣拨1 没用过的可以扣拨2 什么都行 电子书手机都可以 然后注意听 在用墨水瓶这类产品的小伙伴长期吃灰的可以扣拨3 一直真正在使用的可以扣拨4 我忙猜一下弹幕上扣4的应该不多 我自己肯定要扣3 我自己买的第一个电子墨水瓶的产品是Kindle 如果你在频道里面考古的话 还能找到那个画质非常差的那期分享视频 之前频道里我们也体验过 比如华为的MatePad Paper 海信的一款墨水瓶的手机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收到的墨水瓶的学习平板 我们频道好像是从来没出现过这类产品 原浮导出品的小圆学联机 墨水瓶顾名思义 就是依靠屏幕里的电子墨水完成显示 你可以理解成一张带着可移动墨水的塑料薄膜 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每个像素点 就是一个个的电子墨水 在画面不变化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耗电的 它是不动的 LTPO你最低还得1赫兹的刷新率 所以跟常规屏幕相比 墨水瓶产品的续航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墨水瓶本身它并不发光 依靠反射光线达到成像效果 因此在肉眼观感上 电子墨水瓶与书本的纸张是更为相似的 外界光线越强 文字的显示效果就会越清楚 特别是在强光下的亮度 秒杀移动旗舰机的感觉 再加上电子墨水瓶的状态比较稳定 相比于LCD或者OLED这种需要电流维持的屏幕 不会出现什么炫光频闪蓝光等问题 所以相对来说是要更加护眼的 但是电子墨水瓶它并不活跃 刷新率是不连续的 这就决定了墨水瓶的天生劣势 它的响应很慢 在观感上还会有残影 基于这些特性 电子墨水瓶并不适合用来作为娱乐设备 就比如说看视频 它是这样的 帧率蹦低非常难受 现在大部分墨水瓶都用作电子书或者说学义瓶版 小元鞋链机一从盒子里拆出来 整个机器的质感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各种细节都很漂亮 配置情况我们一张图打出来 它搭配了一块4000毫安时的电池 官方宣传40天的超长代机 果然是把墨水瓶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屏幕10.3英寸 裸机重量445克 后背是一个素皮的材质 它还有一个专门的皮套 戴上之后是699克 不轻啊 拿在手里还是挺有分量的 不过好 在大部分时间它都放在桌子上使用的 皮套翻过来可以作为支架 它屏幕如果你放在光线下仔细看 表面相比于常规屏幕要更加粗糙一些 有点磨砂那个感觉 据说采用的是类质太硬工艺 反正就是让这个屏幕表层呈现的像纸张表面一样 形成了一定的粗糙度 配合手写笔使用的时候 这个阻尼感还挺像纸张的 跟圆柱笔的纸上写字的感觉还挺接近的 在书写时也几乎感受不出来什么延迟 我们用相机0.5倍慢动作 一比一画表现的还是挺流畅的 这个手写笔的顶部是一个橡皮32功能 一开始我以为它这么用的 心想这也太难使了吧 后来大家发现原来是要把写错的地方圈出来 就直接删掉了 就跟PS的套索工具一样 我记得高中那会儿是不能带手机的 但好像有一类电子设备能勉强拉扯一下 就是文曲星之类的电子词典 用过的小伙伴可以扣播页 但是他一样可以下载电子书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游戏功能 曾经向土豪同桌借过一台 刻苦专研了一个晚上 怎么他 以前打着学习机幌子的游戏机真不少 相信在座的小伙伴没少忽悠自己家长 真正的学习机必须得系统封闭 才能保证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观测到底 小云协论机进入系统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的纯学习设备 一点拉扯空间都没有 正在开视频已经当家长的小伙伴 可以扣播页我们看会有多少 估计把这期视频能看到这儿的也就只有家长了 后面我们就尝试站在家长的角度聊一聊 左下方用户栏 这里可以根据小朋友的情况选择年纪和教材 覆盖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九年义务教育 还分了上下学期 教材也是涵盖了人教板 苏教板等30个主流教材版本 除了教材同步里面的课题 在阶段评测里还收录了不少地区的期中期末考题 题量非常之大 毕竟原富岛嘛 人主打的就是一手海量题库 但是题目是永远做不完的 盲目的做一百道题 不如把一道题吃透进而举一反三 会学习讲方法才效率高 当年半准的话历历在目 在做完题之后 系统会智能批改 并且将错题收录到错题本上 并且分类整理 这些错题不仅可以随时重练 而且数学错题还可以举一反三 还会智能推荐题目的视频讲解 只有都答对了 才算是把这种类型的题目吃透 这套学习逻辑可以相对精准地 判断用户的薄弱点 进行专项训练 专项功课 但其实我们想一下 做题更多的是在学校里 课外作业 还有期中期末考试之类的 问题来了 如何把小朋友线下做的这些错题 收集到一起呢 它有一个直接拍照上传的功能 也可以一键同步小圆口算APP里面的错题 都是圆辅导旗下的产品 生态当然是相通的 生态花饭 随着时间推移 很多人自己都长大了 不在那个学习环境里了 难免对一些题目自己都感觉犯触 我自己一开始还不信邪 堂堂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还对付不了一道初中数学题吗 结果现实有点打脸 咱们来一道初中的题目 打出来考考大家 你可以暂停一下 欢迎大家在弹幕中分享你的答案 以及解题过程 用过小圆口算这款APP的应该知道了 拍照检查这个功能 对于家长来说太好用了 这台机上同样有这个功能 不仅可以批改对错 还能给出视频和文字讲解 还是挺好用的 据说上线的时候 连作文都可以批改 当前版本还没有更新 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想把自己当年写的东西 传上来看看能给几分 墨水瓶吧 电子书功能是基础 不过它内置的是一些官方读物 下载需要消耗原理点 这个原理点是需要靠作题获得的 如果家长有认为适合孩子的读物 也可以通过公众号上传到云文件 一键下载挺方便 这台学龄机产品的底层逻辑 就是以练促学 其实不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先做题 然后再将错题收录起来 然后智能匹配同类型的题目 针对博弱点进行专线训练 让学习的这个过程更加科学高效 关键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学习系统 肯定是没有摩塔的 也不能下载任何其他游戏 视频等软件 不会对学习这件事情 带来任何干扰 回到墨水屏这个点 学习设备搭配墨水屏 多少有点绝配的意思了 首先就是护眼方便 没有任何屏幕能够做到 真正的零蓝光无频闪 墨水屏的省电特性 给它带来了非常出色的续航能力 响应慢的这个劣势 你想想把它放在一个学习机上 反正还限制了它的娱乐功能 搭配手机币带来了近乎真实的书写体验 每个点对于这类产品来说 都算是加分项了 当然最后还是频道的老生常谈 误创造需求要按需购入 放在这类产品上 道理也一样 学习产品要帮助的是 本来想要学习的人 而不是想让学习产品 让你爱上学习的人 这就还有点绕口 你可以多读几遍 仔细想想是没啥毛病的 留意这东西快要到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就产生了一点点帮助 我们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